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遇上文友嘉玲也带着孩子在那看书 嘉玲看上去特别精神 穿着一件高领黑毛衣 外面一件黑色风衣 和几年前拉里邋遢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五年前嘉玲和前妻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她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 工作轻松也稳定 就是收入不高 业余时间喜欢看书马字 也十有豆腐块在一些报刊发表 她的妻子我一直不知道具体职业 只知道整天和她吵 嫌弃她没出息 说一个大男人就那几块钱死工资 也不想反而多赚点 还整天花钱买书 这日子简直没法过 嘉玲老师 每次妻子嚷她就不说话 用沉默来稀释宁人 可妻子觉得她这是冷暴力 越不说话她就闹得越厉害 可怜了孩子整天生活在惶恐中 后来她妻子提出离婚 说跟着嘉玲这辈子就完了 嘉玲考虑了好几天 同意离婚 手续办得很顺利 孩子房子房贷都归嘉玲 妻子拿了一点两个人的共同存款 毫无眷恋地离开了 那段时间我去看过嘉玲一次 她正在给六岁的女儿输小便 孩子撅着嘴一脸不高兴 屋里乱七八糟 餐桌上的方便面还没有收拾 看起来嘉玲离婚后过得很糟糕 生活质量下降了不少 我心里不是滋味 嘴上还得安慰她 会好起来的 孩子大点就好了 后来嘉玲再婚 我没有去参加婚礼 只是给她发了个红包 想不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了 看她的样子就知道 现在过得不错 脸上带着甜淡的笑 爷俩穿得都很整洁 我坐在她身边 小顺问 都挺好吧 嘉玲和我说了这几年的日子 她再婚的妻子 和她是一个系统的 也喜欢文字 是她的粉丝 有过短暂婚时 但没有孩子 两个人结婚后 她把辅导孩子 还有家务活都揽了过去 让她安心搞创作 她今天在家包饺子 包完过会儿 过来和他们爷俩 一起看书 我问 不是说和谁结婚都一样吗 你觉得前任和现任妻子 区别大吗 嘉玲沉吟着说 太大了 一个是雷霆万丈 随时爆发 一个是和风细雨 和她在一起 就算是什么都不做 也特别舒服 结婚一定要找对人 和谁过 真的不一样 正说着 嘉玲的妻子来了 简洁打过招呼 便拿了本书 安安静静坐在旁边 她看丈夫的目光 带着欣赏和崇拜 我知道 这一次 她遇对人了 嘉玲还是那个嘉玲 还是挣死工资 可婚姻中 遇到了不同的人 就过上了 大不相同的日子 我的发小痘痘 我们俩 从小学到初中 都在一个班 直到上高中 才分开 她父母吵了一辈子 直到现在 六十多了 老两口 也没有霸占的意思 记得小时候 她爸妈一吵架 她就跑我家来睡 她爸经常 从外面回来 就发脾气 动辄对她妈妈 就家暴 她和弟弟 就在旁边哭 家里整天鸡飞狗跳 她就跑来 找我作伴 我那时很不理解 我爸妈 也有吵架的时候 可一年 也就那么一两回 她爸爸 这是发哪门子疯啊 有一次 一个邻居婶婶 在我家串门 和妈妈闲聊天 似乎说 逗逗的爸爸 在外面有人了 是个寡妇 长得很好看 她想离婚 可逗逗妈妈 不同意 然后她就 往死里打媳妇 上初中时 有一天晚上 我俩开卧谈会 逗逗说 以后自己 要考外省的大学 离家远远的 真是受够了父母 她妈妈经常被家暴 她爸爸下手可狠 她问过她妈妈 为什么不同意 和爸爸离婚呢 她妈妈 每次都只是哭 然后说 我好难啊 妈妈没钱 离了婚 拿什么养活你和弟弟 结婚就是过日子 和谁都一样 再说 自己辛辛苦苦 建起的家 凭啥给别的女人 堂地儿 逗逗那些话 一直在我脑子里 装了很多年 觉得她妈妈 真是太可怜了 后来 和逗逗爸爸好的 那个女的改嫁到外地了 她爸妈吵架的频率 少多了 但逗逗说 两个人早就彼此厌倦了 在一起 无非就是凑合着过日子罢了 高考后 逗逗报了外省一所大学 然后又考了研 后来就职于一家大公司 嫁给了她的大学同学 两个人过得很幸福 虽然我俩不怎么见面 但经常在微信上聊天 她的情况 我都知道 前几年 逗逗春节回来 我们吃过一次饭 聊着聊着 又聊到了她父母 她说 这些年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让自己变强大 就是怕像妈妈一样 在婚姻里受尽委屈 就因为自己没有能力 不敢走出去 当然 我也特别珍惜自己的婚姻 从小在那样的家里长大 我一定要给孩子 一个好的家庭氛围 我妈说 曾经见过我爸 和那个女人说话的样子 特别温柔 可对她一言不合就动手 她一辈子也没得到过我爸的心 当初还不如放彼此一条生路 说不定自己也能遇见 那个对她好的人 你我皆凡人 谁都希望自己的婚姻美满幸福 可如果遇到不爱自己的伴侣 就像穿了不合适的鞋一样 会把脚磨得血肉模糊 伴侣 是婚姻最贴身的环境 合适与不合适的伴侣 制造的环境绝对是云泥之别 长期住在恶劣的环境里 生活会变得格外艰难 两败俱伤 而住在相知相爱的环境里 才会懂得什么是情色在欲 莫不尽好 你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 在另一个人面前却是无价之宝 和谁相伴一生 生活质量绝对是大不一样 灵溪有段关于结婚的话说得很好 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个 跟自己一起看电影的人 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 如果只是为了找个伴 我不愿意结婚 我一个人能够看电影 是啊 婚姻很容易得到 凑合一下就有了 但高质量的婚姻 并不容易拥有 想要一个幸福的婚姻 首先是三观一致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要找到自己的同类像 建设起来则不会累 否则鸡同鸭角 两人之间会越走越远 然后你要做一个好人 懂得包容 懂得理解 懂得珍惜 懂得世人万千 再遇他难 好男人 加上好女人 才是好婚姻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啦 感谢您的守候